我们先讲一下赖清德副总统好了 其实这是之前大家常常在讨论 就觉得非常的怪 就是其实赖副总统认真讲 他其实没有特别做什么 他真的没有特别做什么 像刚刚吴子佳也提到 他没什么行程在跑啊 至少我们在这个 公开行程看不到 对公开行程上面 我们不是那么常看到 他就是这样跑来跑去 感觉他好像也不是真的 那么积极的在布局 未来选举这件事情 但这一次在公投之后 他们有塑造出了三巨头 其中一个就是赖清德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陈其迈 然后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 现在是他们的这个三巨头 那特别在台南部分 他们不是不同意票 催出最多吗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哇除了黄伟哲之外 肯定就是因为赖清德副总统的关系 所以台南才会催出 这么这么多的票 好所以呢 于是他这次在民调下看起来 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但因为他跟蔡总统之间 我确定他们的心结 有没有解开啦 但因为之前你知道彼此都说 蔡总统的王军不要再来攻击我了 这个王军最大受害 这是亲口认证王军的男人 每次民进党只要说 我们绝对没有养王军 我们就会说 所以赖副总统他说的是假讯息吗 所以这民调会不会是 王军给他的民调 因为呢 终于给我一个名分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嘛 就是赖副总统他到底 赖副总统他到底 有没有可能真的未来去选 这个总统这个位置 但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蛮有机会 但是这个我们的苏贞昌院长 好像也不是省油的灯喔 他这一次其实在守住了攻投这一关之后 开始有蛮多声音就一直在传说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想要来攻总统大位 有声音也有画面 画面就是拜登的画面嘛 对 对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开始在说 他好不容易守住这一关喔 好像很有可能喔 而且其实他跟蔡总统之间的 那个关系也很微妙 就之前他其实跟蔡总统之间 他有时候可能 我听到的啦 我觉得斯老师应该会更清楚 就他其实在民进党内部 其实苏贞昌院长 他好像是直接敢对蔡总统 直接去施压 甚至可能这个拍桌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段喔 就可能直接念他或什么的 所以蔡总统以前讲说 对我不满意可以大声 可以拍桌子 原来不是对台湾人民说 原来是对苏贞昌院长说 对虽然我觉得他们之间的 那个关系很微妙 那其实像前阵子也有一些说法嘛 就觉得说 以现在蔡总统跟苏贞昌院长 两个人的合作默契而言 他们可能就觉得 至少我们要把接下来的一个任期 就是蔡总统他最后的这一段任期 然后包括苏贞昌院长 他现在都已经是民进党内部 史上最久的一个隔魁的位置 他要如何安然的下装 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变成说 你看像公投他守住了 这个也是一枚战将 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直攻 蔡总统有没有可能推他一把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值得关注 那那副总统假设说 没有真的那么得到 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支持的话 他要在民进党内部这个胜出 然后去代表民进党来参选总统 会不会反而又有其他的一些阻力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就是蔡英文总统 到底为什么执政的这个满意度 还是都可以五成以上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 应该是因为跟防疫有关 其实说真的你看欧美那边的疫情 真的非常的严重 我那天看说什么英国 一天就暴增10万例的一个确诊 就大家就会觉得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数字 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数字 因为在台湾看不太 就是你要看到这种数字很困难 就大家就觉得说 哇欧美这么严重 你看台湾相对的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好好的生活 当然是因为它的边境 我们是海岛嘛 海岛的话其实它边境要守 的确会比那些欧陆国家会来的好一些 那以我们现在来看 公投已经非常的明确 因为呢 疫情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大家投出来的那个票 就比较是站在民进党那边 但是如果是在之前 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那这就不一定喔 如果是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出来投票 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 可能会觉得 我也不需要去管什么 反正我这个口罩戴好啊 我维持社交距离 我就是要跟你出去拼个生死啦 我就是要出去投票 让民进党知道我们到底对你有多不满 当时真的是民怨炸锅 在疫情爆发那段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到底为什么民进党政府 你跟我说你超前部署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看到 所有的疫苗 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器材 到底为什么都是国外捐 民间捐 政府到底买了什么 你到底部署到哪里去 当时真的是民怨炸锅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的执政满意度 还是会有往下走的时候 那现在又回来 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相对是比较稳定 所以看起来 我觉得民进党他们现在 我觉得施老师应该也非常的 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其实这一次公投过之后 他们真的有一种 好像吃了定心丸的感觉 就觉得说好像稳了 至少看起来蔡总统好像没有提前进入 所谓的跛脚的时代 因为原本他就很担心说 如果我公投真的是没办法守住的话 我是不是就提前跛脚了 现在看起来他要比较稳下来一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会去牵动 他们后续上在民进党内部 如果到底总统的人选也好 或是一些县市长的人选也好 其实都会有印象 因为这一次桃园也好 基隆也好 新竹也好 表现是没有好的嘛 对对 他们是四好 对相对是四好 所以等于说 即便是他们绿营的政治明星的首长 在那边执政了 可是却没有把那边的选民结构给改变 那边的选民结构相对还是蓝大于绿 他并没有因为他是绿营的县市首长 所以就把整个选民结构给改变掉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也非常担心 那我到底之后 这个接班的人选该如何 所以他们又为什么会那么积极的 开始在那边想的有的没的 什么七都八都九都 想尽办法就是要让他们多一点 县市首上的位置可以拿下来 不然他们就很担心说完了 那我之后在台湾的整个版图上面 我如果一个一个失守的话 那还得了 那到底对于2024就更不用讲了 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网友陈瑞正的斗内 他就说他支持人的说法 大学生的寒暑假太多了 一定要全力支持蔡英文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现在18、19岁的大学生选票 可能会被他给逼走吗 我们要问一下农海委员 其实这个数据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 看了我比较想问的是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尤其是在历经的1218的挫败之后 国民党或是在野党 会不会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应该这么讲啦 我先讲一下现在的这个数字 其实我刚刚要来节目之前 也在地方跑行程 今天早上从6点半开始跑到现在 在一个地方的行程里面 因为我们跑地方 通常都是蓝绿都会有接触 我现在还听懂 你刚刚是跟我想说 你从6点多跑到现在 你现在是暗示我让你加班 我是乖老板 不是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要透过直播节目告诉大家 我没有听清楚 那我现在有get到 没有 我想要透过直播节目告诉大家 我真的很辛苦 很打开 农性很重 农性很强 对 甘之如矣 我也自己当老板 那个我在地方上听到的声音 本来大家都觉得是说 连地方比较偏绿的人士 都认为说苏贞昌院长要下台了 比较偏绿的人士都这样跟我讲 但是当他们今天还在聊的时候 我说其实现在听到另外一个氛围 不是这样子 苏贞昌院长有可能可以做到2022 为什么 两个部分 第一互相利用的关系 其实为什么蔡英文总统 都还是民调信任度 民调满意度那么高 因为他不是在第一线 以前有什么事情 就是直接骂总统有没有 可是当蔡英文拿了苏贞昌 当行政院长之后 苏贞昌的个性 以及苏贞昌的仇恨值 如果说以网路游戏来讲 他是一个坦克 对 他出来坦的 没错 那苏贞昌就挡在前面的时候 他们就变成是好警察坏警察的角色 就是坏的事情黑脸白脸 黑脸由苏贞昌去做 好的事情蔡英文来承担 所以蔡英文他有些时候不出来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公开行程 有公开行程之后就是拿稿子出来念 然后不接受媒体停问 所以他的犯错率自然少 他犯错率自然少的时候呢 他的民调也就会变成说 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安稳无事 台湾民众都这样嘛 安稳无事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说稳定就好 也因此他的民调 还是维持一定的高点 苏贞昌的民调 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不动一点 不满意度 会随着政情的变化 以及疫情的变化 经济的变化 做上下比较大幅度的浮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没有人要接啊 你要想行政院长下来之后 谁要来接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 我们再回想一下为什么 这一题也可以一起讲 为什么赖清德的民调 也明明没有做什么事 没有公开的形成 他的民调就是三成 两个部分 三成算是民进党基本盘 现在是保底啊 所以不管你有做事没做事 只要问到谁代表 民进党参选总统 任何人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绿营的人一听到 民进党参选总统 我就先投同意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基本盘保底 第二部分 就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人家就不会把第一战犯 刮在他的头上 赖清德的民调什么时候下来 赖清德民调什么时候走下神坛 就是赖清德接第一任 蔡英文总统的行政院长的时候 当他接了行政院长之后 所有事情大小他要包 所有事情他要地线面对 惨啊 民调就开始直直落 而且大家就发觉是说 原来他不是赖神 他的已经走下神坛 现在他变成是副总统 有一句话 以前那个明朝朱元璋皇帝的时候 不是常常就有一句流传吗 就你要高足强广之良 就是你不要这个时候强出头 你应该是好好的持赢保态 有事情苏贞昌去扛 有事情蔡英文去扛 赖清德当然就相对来说 他的民调会维持一定的高水平 最后讲到苏贞昌院长 我们讲的是说 因为当苏贞昌如果说 真的下来的时候 谁要来接行政院长 之前一直有传言嘛 可能是郑文蔡 可能是林佳龙 有可能是其他 但是人选其实有限 而现在来接行政院长这个职务 好接吗 其实不一定好接啊 因为我刚刚还是一样强调嘛 如果说现在有做什么事情 有犯任何错的话 可能就会折损 那对于郑文蔡来讲他有2024的总统大梦 林佳龙可能也有想要2022或2024的选举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现在来接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烫手三玉 虽然有资源 可是不要忘记 过去三年的时间 苏贞昌也已经把资源做很极大化的利用 甚至很多的公家机关政府部门的位置 都已经点兵点将完毕了嘛 记不记得那时候林佳龙要下台的时候 因为发生0204的太鲁格号事件 然后我们才发觉原来台铁局的局长 铁道局局长已经悬缺四个月没换人 那时候传出来为什么悬缺四个月没有换人 就是因为林佳龙要的人 苏贞昌不满意 苏贞昌要的人林佳龙不同意 所以僵持不下悬缺在那边 一样的道理嘛 当现在的政府部门都已经分配好位置的时候 谁来接这个行政院长你要整个动用到这个人事权 也要大半年的时间 2022的选举又只剩不到一年了 所以现在谁来接行政院长都不是一个 容易马上上手的工作 有可能就会变成是苏贞昌院长继续做下去 好整个来讲完啊 我们只讲是说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全都是政治考量 那我为什么刚会还是讨论到地制法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如果台北 新北 桃园 台中 台南 高雄 这六都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是五五开 或者是国民党或者说民进党 是相对有利不利的情况下 多一个第七都他们就是希望是说 如果最后民进党可以拿到四都的话 他们就算是过关 那这样子对于蔡英文后半年的 任期的政权保卫战不会提前跛脚 所以整个来说这些的算计 其实都是政治算计 我们当然不要上当 我们还是希望 现在民众还是要看的是 如果你觉得现在政府是有帮人民做事 是有为我们中华民国好的话 你要让他继续做 但如果说没有的话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自私 如果说只是为了拿人民的钱 来洗人民脑的话 真的这样的政府还是要及早 用选票来政党轮替 我们下期见 最后一会儿的票 是